日本加强钓鱼岛方向的兵力 新修改的防卫大纲提出准备向西南猪岛增加10艘防卫舰 部署300辆坦克 同时日本还不断加强与盟国的防务联系 美澳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安倍防务政策 日媒还报道 日方发现两艘中国海警船 船员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登上中国渔船 日方警惕猜测认为中国海警可能在执法检查 共同社报道 经日本海上保安厅确认 周四上午9点左右 日方巡逻船发现两艘中国海警船船员 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登上附近的5艘中国渔船 日方猜测认为中国海警后再进行登船检查 日方巡逻船随即发出所谓警告称 此海域不允许行驶渔业相关管辖权 不过对此 中方海警船通过无线电用中文回应强调 我们在中国的管辖海域执行渔业合法活动 不要妨碍请立即离开 报道上 两艘中国海警船为海警2101和海警2113 海警船船员在钓鱼岛黄卫与西北偏北 约72至74公里处 利用橡皮艇登上中国渔船 停留了10分钟左右 此外 日本海保艇巡逻船还确认 另外还有两艘中国海警船 也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航行 日本不断在加强钓鱼岛的防卫力量 日本正在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提出 将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的48艘护卫舰的基础上 再新增10艘护卫舰 并且向陆上自卫队部署300辆配备大炮 并且能高速行驶的机动坦克 这种坦克轻便可以空域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 坦克正由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进行研发 计划2016年起 部署在公国岛等冲绳里岛地区 以加强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能力 我觉得日本这个计划 是一种对抗中国升级的行为 如果这个计划要得以落实 那么可以说对东海地区 对钓鱼岛地区的局势 将会产生非常动荡的影响 毫无疑问 这样的一种做法 中国不会漠视 那么也必然会加剧 钓鱼岛地区的紧张局势 日美还在鼓吹 加快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步伐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日本政府与执政党 正在积极推进安保政策的调整 报道明确把中国和朝鲜 视为日本的威胁 作为应对威胁的准备 认为有必要提高防卫力 强化日美同盟 步骤之一就是解禁集体自卫权 报道指出 一旦解禁集体自卫权 势必导致自卫队活动范围的扩大 而遭到批评 因此应从根本上修改宪法 而不是通过改变政府的解释 来达到目的 报道希望日本制定永久性法律 扩大日本自卫队的作战范围 与此同时 日本继续寻求和加强 与盟国的防务联系 美国澳大利亚周三 在华盛顿举行外交及国防部长级定期会议 发表了支持安倍政府 重审安全及防务政策的联合声明 这一声明还提及来 日本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和探讨允许行使机体自卫权 修改防卫大纲等举措 称要支持日本 为加强地区和平和安全做贡献 声明强调美澳双方一致同意 与日本进一步加深合作 多数情况下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声明 另外的一个意义在于威慑中国 要让中国安于现状 甚至说退回到原来 在东海地区的活动范围 因此美国他从日本澳大利亚 联合来遏制中国的这样一个野心 已经在多个事件多种行为上 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不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苏珊赖斯当天重申 美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齿立场 对于日本盟国干涉钓鱼岛问题的做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本月已经表示 美国不是钓鱼岛争议当事方 应该恪守中立 不要选边站队 另外新上任的美国驻日大使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 长女卡罗林上任第二天 就访问了驻日美军司令部 和日本航空自卫队航空总队司令部 分析认为 奥巴马任命他为驻日大使 显示了对日美同盟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视 莱斯周三还在华盛顿发表演讲 宣布奥巴马将于明年4月出访亚洲 莱斯表示 奥巴马今年取消访问亚洲 确实出现一些失望的声音 他将以明年的访问来弥补 莱斯在演讲中称 亚太地区仍然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石 无论其他地方出现多少热点 我们都将继续深化对亚太这一关键地区的持久承诺 莱斯还高调喊话 称美国是可靠坚定强力和稳定的长期伙伴 这些承诺包括到2020年把海军六成舰艇部署到亚太 以及签署奥巴马力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地 日本媒体分析成 美国在菲律宾的一系列救援行动 与奥巴马取消访问东南亚形成姓名对比 不仅出于人道主义目的 更意在加强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 英国BBC道出奥巴马明年访问亚洲的真正意图 即要实现奥巴马第一任期内承诺的 要把美国外交重心向亚洲转移 奥巴马想通过明年春天重新布置这种访问 来夺回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优势 加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 那么这表现出美国他在国力衰退的情况下 在千方百计的想弥补 通过外交活动弥补他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甚至是政治实力的不足 虽然赖斯并未说明奥巴马的亚洲刑场 但是日韩媒体纷纷争相表示 希望本国成一战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周四说 日本两国正在协商奥巴马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事宜 如果成行 这将是奥巴马自2010年11月出席 横滨亚太金客组织会议以来首次访日 韩国媒体当天以政府官员为消息员报道 韩美正在协商奥巴马访韩事宜 本国人里的协商奥巴马里面